明年1月,香港人就可以憑BNO移民英國 想小孩去到當地讀書的家長 或者也有聽過十一家星宗士和Yukisa等等 這次我們請來劍橋大學數學教育碩士 又在倫敦排名頭100間中學任教的Leo Sir 來講解一下到底十一家是甚麼呢? 先要講講英國的學校有多少種 一般可以分為公立和私立學校 普通的公立學校就會按學生的居住地和學校距離收生 成績比較好的公立學校就稱為Grammar School 香港家長可能聽過的Yukisa 就只是適用於私立的寄宿學校 而十一家就是作為Grammar School和私立日校的收生標準之一 他們更加會按自己要求去制定十一家的試卷內容 不過也有一部分的學校會用同一份試卷 變相考一次試就可以報幾間學校 接著他們就直接用一個ICP的機構 就叫做 Common Entrance 11加 直接幫他們用同一個標準篩選學生 但是採用ICP 11加的考試不算太多 所以我在這個列表已經擺出來了 但要留意 部分Grammar School不只根據11加的成績收生 所以考得好成績都不一定讀得到 第一種Grammar School是完全看入學成績的 第二種有些Grammar School會分兩個部分 有一部分會留給Council 不是本地 是Council區的小朋友 接著另一部分就是公開網外招 也只會收回本地Council的小朋友 例如Berkshire 大部分學校會按三種考試局模式自行出體 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地區 而選用不同的考試局 家長幫子女報讀之前 記得調查清楚 或者直接電郵問學校 因為不同的模式都會影響到 校生準備考試的方法 他會混在一起 很多時候很多人會以為考四科 但其實會考三科 他的特點就是沒有題膚 所以他會考學生本身的功底有多深 可能家長會第一個問題就問 但我之前見過CEM可能在網上 有買到一些Paper 但那些Paper不是正式出來的 而是那些出版商自己出的 但這句就比較標準 家長很多時候都會聽過 有四份 但需要注意一點 我誇張了出來的 就是Viewable Reasoning 提形的種類會比CEM多 GL比較容易考 因為他有題膚 有題膚的話 即是有Pass Paper 有Pass Paper 即是容易操 容易操即是容易考得好 NCT是比較新的試卷 最主要是Grammar School in Sutton 才會用 所以 總結就是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想考那間學校 用什麼Exam Board 否則你準備考試 根本是準備一個錯的考試 不同考試局 出題模式都會有分別 但是考核的知識內容 就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當中就以Vebal Reasoning 要用最多的時間去準備 做補習我四份卷都做過 我覺得Vebal Reasoning是最難的 因為它的詞會量大 簡單一點一定是這樣 這是最難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做得好的話 你除了查了那個字之外 你就要學它的反義詞 同義詞 否則你是不會考得好 Vebal Reaso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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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家長 也都會覺得 算是比較容易 因為真的好像 我以前的學能實驗 有一堆圖形 給你選擇 分兩個範疇 一種是 圖形的 另一種是 Manipulating 五個類型 大家就可以準備 17種題型 就算你在香港國際學校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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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代表你能夠應付到英國十一家國的標準 因為始終它是英國的標準 但重點就是 你不會直接可以在原本的文章找到一個答案 即你的問題是甚麼 Keyword 就找一個Keyword 抄下來 不可能這麼簡單 你需要用你自己的語言去解釋 概括 分析 因為你看到 如果你就這樣平鋪直序 你想到甚麼寫甚麼 你絕對無法通過 也不會得到高分 那些很簡單的文章 你要怎樣去加一些修詞技巧 例如你不要這樣說一棵樹 你要說一棵樹 可以令你想到甚麼 令你有甚麼感覺 這一部分是最難的 特別是香港學生是絕對難的 以我對香港家長的交流來說 他們會跟我說過 有些東西根本是香港還沒學 甚至可能五六年級 或者中學才考 或者甚至根本不學 未學過 但是Data的話 絕對是香港學生的一個弱點 因為我們可能在小學 沒有甚麼涉獵過 statistics graphs 和probability 機會率這些東西 Leo Sir提醒 如果想增加子女的實戰經驗 可以考慮參加模擬試 部分考試更加可以線上應考 不過家長要小心試卷的來源 如果不然就可能白白浪費金錢 來報考 無意思了 你要知道你舉辦 mark test 的機構是怎樣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家長 報過兩個不同的機構 去考兩個不同的mark test 誰知道去到考的時候 發覺原來訓卷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們都是 來自同一個來源 至於有不少的家長 那間學校的時候 除了參考那間學校學生的公開試成績 還會考慮Progress 8的評分 看看那間學校的學生 從中一入學到考公開試的時候 究竟進步幅度有多大 Leo Sir建議 可以在網上參考多幾個排名 才來判斷學校的好懷 因為你一間學校的Progress A進步得多 不代表那間學校是好的 簡單來說 你自己考試想一想 你30分跳上50分 和80分跳上100分 哪個比較難 當然是80分跳上100分比較難 另一個標準也是 看看他們有多少個學生 是上到Oxbridge的 也是牛津劍橋 Leo Sir最後提醒 家長在決定 要不要吹谷子女 入Grammar School之前 都要想想 他們的教學方針 是否真的適合自己子女 Grammar School 比較有保證 成績上 但是我個人覺得 它會比較像 香港的 操得比較厲害的學校 見仁見智 如果你真是很exam oriented 或者是很厲害讀書 就是只讀書 你便去Grammar School 因為Grammar School 真的不是適合所有人 你進入Grammar School 很多時候 壓力會很大 是否真的 要花那麼多時間 純粹只是學習 而某程度上 可能犧牲了其他發展